人命中之后不代表一切结束 如何让生命有普世价值 也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这天许多法师信政 齐聚于高雄中心大学贵孙堂 这场演讲名为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如本法师以幽默风趣的精辟见解 引领大众证见生命的实相 透过红法大会 也让大众在佛法上 有更深刻的了解 那么大家以台 今年的佛学讲座 今天今年多跳跳 因为白财人干净 大家卡在山杂湖 我要开始了 请请问 请问我们以为 6500古元佛祖 我们学佛的动机在哪里 我们学佛的目的复材 有以后要学佛 你们说看看 我听说看看 有人说要学佛事 有人说出三个 有人说生福度 有人说做众生 当然对 我要给主意 记得说 我们学佛的目的在哪里 在生福度 生福度是每个府的地主 就这个目标啦 主意啊 如本法师提到 要利益一切众生 要先发菩提心 要成就诸佛功德 也先从发菩提心开始 这天能来到台中现场的 诸多听众 都是发了菩提心 才能聚集 在此听经文法 有时一句道理 我们能听入耳 就能受勇无穷 愿大众在修行路上 能多发菩提心 体解慈悲本怀 法界新闻五庸曲 台中采访报道